美国还要造过去这种方法 打包出卖台湾海峡 或者是台湾问题 多少回合呢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你来到重金海白 我是佛宗敬 我们看到撒利文到北京去了 而且这个时间应该就是在 拜登快要卸任之前 换句话说 我这话的意思是 拜登要撒利文去了 这还不是贺锦丽发出的命令 因为贺锦丽还没有这个命令权 当然撒利文有可能在出发前 是向贺锦丽做过简单的汇报 或者他们开过简单的会议 可是最重要的还是拜登交代撒利文 要到北京来走这么一个关键的一趟 这个关键一趟 其实是一个相当关键的转折 也就是说这个关键转折 可能会对于长期以来的美中贸易大战 会有一个关键的转折作用 那么我们知道发动这个超限战的 其实是美国自己 而发动美中的贸易大战的 或中美贸易大战的也是美国自己 现在的撒利文这一趟极有可能是另类的 要让美国原来的所谓印太战略做一定的消解或一定的销声匿迹 只是他不敢大张旗鼓 但是他不是说消解就消解 说销声匿迹的销声匿迹 毕竟过去美国已经做了太多的抽银根的动作 换言之 美国把很多的资金全部抽走了 这个抽走抽到哪去呢 有的是到印度 有的到印尼 有的到马来西亚 有的到泰国 有的到越南 那么这些动作他不只是他自己做 他还叫日本韩国也做这些动作 这个事情让人觉得非常的匪夷所思 他似乎就是不断的要打击中国 然而他打了个半天 中美的贸易仍然有数千个亿的美元 而且是每一年都有这么多 而在今年还继续有向上翻身的局势 换言之 他想要打击其实是很难的 可是过去的这段时间 因为美国除了做贸易大战和超限战以外 他还做了什么动作呢 那就是他不断的透过民进党的几个领导人 特别是蔡一文跟赖金德 不断的在消费台湾台 或者是在消费台湾海峡 所谓的消费台湾海峡 就是拿台湾海峡来生事 这点我给观众们提个醒 例如他说 可以在台湾海峡的上空发动 是不满的各种样式的无人机 来对两岸的安危 做一定的他的所谓的协助 他也说可以在台湾海峡的海面上 路上数百艘甚至数千艘的这种无人艇 这个事情也是美国说了 然后你会觉得很奇怪 美国为什么时不时的要说这些话呢 说了以后就会造成两岸的紧张 偶尔还会引起台湾的股票的大跌 那么这等同于是美国设法 透过台湾海峡或者台湾问题 来做另一类的消费 这种消费发动者当然会是在蔡英文 或者赖庆德 而发动者往往就是在美国 现在倒好 沙利文还作为美国的国家安全顾问 他到了北京去 他能给的牌是什么 由于他自己的身份 他显然不代表商业部 因为他既不是商业部长 也不是相关的这种部会的首长 他只代表安全 那么他能说的显然就在安全上 当然首先美国有一个善意 那就是那些重要的航母 或者是导弹巡航舰或驱逐舰 基本上没有在相关的海域上出现 这已经是一个善意代表 但是善意不代表是礼物 那我们知道他总得带礼物来 或者带可以谈话的交换工具来 那会是什么呢 那就是台湾海峡 他可以不要再继续消费此外 当然是对于民进党的执政 对民进党不断的刺激两岸关系的 这些看法 他也可以带来让大家稍微满意的答案 这话的意思是说 日后的台湾包含耐性的自己 或者是他的陆委会 恐怕都不会 或者是不太能够 再按过去100天的方式来讲话了 那么这就是说 民进党等同于是被美国给卖了 或者说 整个台湾海峡和台湾问题 被美国给卖了 美国还要照过去这种方法 打包出卖台湾海峡 或者是台湾问题多少回合呢 我们可以拭目以待 感谢您收看 开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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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开放